今年是11月18日發生77週年 江議市政府26號在全台灣第一座 11月18日比頭前來基盤到對蘇紀念會 由江議市長安民會 立委王美會還有很多在的機關 和江議市11月18日文教基金會黨署長 江營爽受難者的加速代表共同來參加 其他用合併的方釋來安慰受難者的加速 竟提醒大家要兼其疫苗的告決 丁少現在的主要和民主 立委王美會還有全體的誤會來賓 做會不來 免費過去為台灣犧牲的前輩 也安慰受了這家事 今天在這裡我們的追思 也特別感恩我們當時 所有的先賢他們的努力 為台灣的公平正義來打拚 以及我們也很感恩他們的家事 可以用包容的心 疼痛心來 可以讓這個事 我們也期望慢慢撫平 所以在典禮的過程 我們也有音樂 甚至我們特別感謝 我們中路教會 加義中會 我們議長也帶領大家的一個助導之下 也讓我們大家不但認識的這一個事件 更讓大家了解 所以讓我們用最大的愛與和平 邁向我們的未來 所以今天在這樣的典禮當中 我想雖然心是痛的 可是我們也看到未來的期望 就如同我們現在看到天空 也給我們一個最美的天氣 我們也知道台灣的未來 在大家團結合作之下 我們有更美好的未來 所以我們感恩也期望台灣會更好 以十五星有工議市長 吳明議會參與各界來賓 享受人這麼幸福 在最多年之一 所以北東站台來賓 在江議市 第一次去年公圈來賓 委員會六官共演 四名之爪 當地頭頭前在都不愛 向受人這麼幸福 透過幾度為人祝福 竟台車民族不通不及之 承認對救自由的貢獻合避心 各北過去的避充 再向民怒 也向公平的未來 四星新聞 丟臉書 翁修宣 大家一起 彩虹伯德 再講吃喝玩樂 探索世界 您準備好了嗎 旺TV YouTube頻道 帶您網路漫遊 深入嘉義 最在地的美食 最及時的新聞 最感動人心的故事 只要滑動手指 全部完整呈現 現在訂閱 還有機會參加我們的抽獎小活動哦 馬上拿起手機 掃QR Code 一起加入我們吧